好這個題目他是乘上體 他說這個改成9V 那如果現在從0%到100%要充電幾分鐘 好我們現在呢先做一件事情 來剛剛那個電阻是乘上體 他還是2歐姆 所以這個電阻呢還是2歐姆 那現在這個電阻因為這邊9V這邊4V 那電阻的電壓就是5V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有電壓 我們就可以算出電流 電流就把它寫做V3R對不對 那V叫做5V 那R叫做2歐姆 這樣算出來電流就是2.5A 好電流就是2.5A 那你有電流 來我們要算的是他的時間 那剛剛這邊是電量嘛 那電量來剛剛呢要全部充飽 那充飽的話就是3000毫安培小時 我們就把它寫做乘量12-3變成安培 再乘上小時 那小時呢就是60分鐘 因為他最後你看一下那個答案 他要回答多少分鐘嘛 所以我們最後這個換成分鐘 好這邊換成分鐘 然後呢等於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電流 好再乘上時間 等於電流乘上時間 電流叫做2.5A乘上時間 好我在帶什麼知道嗎 我在帶I乘上T 好IT 好那我要算T嘛 T就在這邊了 好來接下來我們就大概算一下下 你看喔 這個下掉100010001000都不見了 好那接下來這個是2.5 這個是2.5 那2.5好我們把它翻過去 2.5就是5 翻過去之後變成5分之2 5分之2乘3 再乘上60 來這個消掉這個消掉12 12再乘上6 那就是72 所以這樣算出來 時間就是72分鐘 時間就是72分鐘 所以本題答案 我們選B就可以了